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有一个观众朋友给我爆料 与其说是爆料吧 但是这个消息还不好得到官方的证实 因为这是属于一些中南海内部 北京高层之间的事情 暂且先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咱们把这个事儿聊一聊 说一说 大家分析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现在是一个网传的信息 就是说快训 今天凌晨老江的孙子江志成 在上海康平路大院 被中央军委检察院特批 全国武警总队干警 然后是押赴红桥机场上专机飞北京 上午6点已经到达西郊机场 直接押送昌平区监狱 然后这件事情的总指挥是谁 据说是副主席 军委副主席张有霞上将 之前不是江泽民不是死的时候 那时候葬礼 什么搞的是风风光光 然后充满了各种意美之词 都是一些夸奖夸耀的 大家都在缅怀江主席 现在看来江泽民的葬礼 他搞的这么风风光光 有可能就是说是故意做给老百姓看的 毕竟他是前主席 对于老百姓可能面的工程要做一做 现在抓他的孙子江志成 说是由宋平胡锦涛温家宝 他们都同意了 然后具体是由陈敏尔 然后总策划 然后是谁亲自出马 是江湖高手蔡奇 亲自出马 分析原重庆县天津 都是领路人 应该是肉干年后的领路人 以前的就是说重庆的是谁 那是薄熙来 现在习近平 怎么说呢 你要说江泽民 他在任期之内 他抓经济 你得承认他比习近平能力要强 他比胡锦涛能力也要强 或者说他赶上一个好时代 或者说江泽民的时代 那是当初邓小平留给他的政治遗产 咱们要改革开放 咱们要韬光养晦 咱们要低调发育 所以说那个时候90年代 你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 那个时候经济确实是发展 但是在政治上他不是开明的 政治上他也不可能说开放民主选举 这不可能 然后在宗教领域 打压法轮功 这一块 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那时候就是说江泽民手上也是沾血的 现在就是说他死了之后 中共高层给他举行高料举行葬礼 然后给他各种各样的头衔 现在好像就是一个什么 烟雾弹 对于江家人来说 江泽民的葬礼搞这么风风风风风风 好像那些江家人 他们就是放纵警惕了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在上台这几年 他一直不停的在搞江派 把江派搞得死去活来 但是通过一个江泽民的葬礼 或许就是说把江派一些残党 就是放松警惕 那么现在据说是抓了江志成 但是你要说去找消息去验证这个消息 现在我还没法去验证 这只是网友的爆料 或者说是一个坊间传闻 咱们就从坊间传闻的角度来去聊这么一个事 如果说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观点跟看法 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那你要说为什么一定要搞江志成的搞他呢 你想想江志成他很年轻了 那你再想想他有多少钱 你想想如果说一个年轻人 他掌握了大量的财富 这意味着什么 咱就别说其他的家族有多少钱了 你又说江泽民家族 这个钱都是上千亿美元级别的资产 瑞士银行不是爆料吗 说中国什么一百位中国高官 总资产是多少是几万亿美元 那不开玩笑 那你说一个江家人手里握着几千亿美元 那这是 那这个我大家应该都不会怀疑吧 你要是跟这个中共高官比起来 你说那些所谓的首富 他们都算个毛 你说马云首富 你说腾穴 什么马化腾有钱 王健林有钱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许家印有钱 你跟这些中共高官比起来 算个毛 你想想现在对于江泽民来说 对于习近平来说 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就是经济大萧条 半死不活 然后沿海制造业半死不活 老百姓失业率也很高 那么你要是从习近平角度去看问题 可能就替习近平支招了 如果说能够拿下这么一笔钱 如果说手中多了这么一笔钱 能够做多少事 就是说他把江泽成 假如说把它拿下来 手里是据说是五千亿美元 先把人都控制住 人控制住了 你这个钱就慢慢敲 慢慢吐 哪里还有钱 哪里还有钱 转过来 慢慢转 慢慢吐 这个钱转过来之后 对于习来说作用很大了 当然了 百分之九十的钱 咱也不是说百分之九十 也不是说具体的比例多少 可能大部分的钱 绝大多数的钱 那都是进到自己的腰包 进到自己的亲信 的兜里面 但是多多少少 他哪怕说漏一点出来 去搞经济 随便拿个几十亿 三百亿出来 可能都能够解决不少问题 美元不是人民币 所以说为了把这个钱拿到手 你得把这个关键的人物给控制住 你不把这个关键人物给控制住 你不可能中共直接派个人到瑞士银行去 说你把那个谁谁的钱给我取出来 那人家政府也不买这个账 那怎么办 只有把当事人给控制住 才能够把这个钱追回来 只有把江家的这个核心的重要人物控制到手 这笔巨额的资产才能够被习近平搞到手 当然了国内在传这个信息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呀 说是把这笔巨额的资产拿到国家手中 然后说什么这场斗争胜利 中央领导足智多谋 赢得了完胜 现在就是说把这个习近平又放在一个高位 就是说要打大老虎 你看看 就是说谁上位就唱谁的赞歌 在哪个山头唱什么歌 现在是习上位 那就唱习的赞歌 是吧 习他去追缴这部分钱 那就是说 就成为了一个立国立民的大好事了 你看中央领导 这个多么的足智多谋 那这个时候江泽民 反而就扮演成为坏人了 就被打倒了 是啊 就是一旦失去了权力 一旦失事 人死 这个人斗插凉 你手里有那么多钱 那可能你也花不完 你也轮不到 子女也没办法花 也花不到这个钱 现在就是说网传这么一个消息 江志成说是被抓了 那么如果说这件事情是真的话 可能或许未来几天 可能会陆陆续续传出来更多的传闻出来 但是你要是从官方新闻去看 什么央视 什么人民日报 这些官方媒体 即使是真的 他短时间之内 他也不会报 知道吧 短时间之内 他也不会报 所以说现在这个消息 只能说是一个网传 网传是被抓 至于后续 咱们可以去关注这么一个事情 看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行吧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吧